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脂肪肝,酒精肝传染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酒精肝,脂肪肝是不传染 那么什么样的肝病是传染的呢? 那么就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病是传染 比如说乙性肝炎,丙性肝炎,甲性肝炎和物性肝炎 这些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病它是传染 尤其是乙性肝炎和丙性肝炎 它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乙肝,饼肝通过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以后 尤其是饼肝是可以得到根除的 乙性肝炎通过抗病毒治疗以后 它的传染性是可以得到极大的降低的 但是单纯的酒精肝,脂肪肝那是不传染 从社会学的角度人来讲 脂肪肝,酒精肝 跟你在一块生活的家人 你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好 你们在一起又吃肉又喝酒 那么你的同事或者朋友或者家人 跟你生活方式类似的话 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你的朋友长期在一起喝大酒 那么他有酒精肝 你也很可能也有酒精肝 他肥胖有脂肪肝 你也可能肥胖也有脂肪肝 但是这个东西严格来讲 它是不传染 但是这个生活方式 跟你亲近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之间 它是可以互相影响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 很高兴 你也会有脂肪肝 这种生活方式 腥胖 你ổ参加 你这样不我 那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 你不可